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心里有蓝图 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天上又现出意向来 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 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 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 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 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要用铁杖侠管万国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 妇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 使他被养活一千两百六十天 在天上就有的征战 米加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 龙也与同他的使者去征战 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大龙就是那骨蛇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们多快乐吧 只是地与海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 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于是有大鹰儿两个翅膀 赐给妇人 叫他能飞到旷野 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 他在那里被养活一仔 两仔半仔 蛇就在妇人身后 从口中吐出水来 像河一样 要将妇人吞去 地却帮助妇人 开了 吞了那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龙向妇人发怒 去以他取语的儿女征战 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 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 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苦难与避难 苦难与避难是一体的两面 基督徒往往被夹在其间 神百姓会遭遇苦难 但苦难不是永远的 苦难与避难 在第六号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 跟第七号就是十六章 十一章跟十六章中间 特别是十二十三章 插入了非常重要有关的 撒旦的描绘 撒旦在攻击属神的百姓 上帝的百姓因此有苦难 就在六号跟七号 末世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 撒旦不放过他在世上的时间 要来吞吃妇人 从这一段 我们发觉十二章十三章 都在讲撒旦学 这两三次 我们就从十二章十三章 来讲撒旦学 来了解基督徒苦难的本质 或是源头 我发觉十二章就很描绘 基督徒有苦难 第二节 这个妇人怀了孕 在生产的艰难中 疼痛哭笑 第四节 这个妇人 她生产以后 龙要吞吃她的孩子 第六节 这妇人就逃到旷野 逃到旷野 第七节 天上 米加勒天使长跟使者跟龙争战 然后龙被打下来以后 十三节 龙被摔在地上 就逼迫那生孩子的妇人 十五节 蛇 其实就是那个龙 第九节所说的 他就在妇人身后 从口中吐出水来 像河一样 要将妇人冲去 然后十七节 这个龙向妇人发怒 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 撒旦 龙 骨蛇 迷惑人的 整个魔鬼的 整个totality 总的名声通通通出现 来逼迫属神的百姓 因此从十二章 你会发觉 基督徒在世上 最好的形容词 来经历他的遭遇 就是苦难 跟 避难 苦难 与避难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思想十二章 第一 神百姓 往往 有苦难 神的百姓往往有苦难 第二 神 是他百姓 避难所 神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回到第一 神 百姓 往往 有苦难 十二章 讲到 神的百姓受苦难 受逼迫 会被追杀 被吞吃 会有痛苦 会逃亡 那这边的几个神学问题是 第一个 那男孩子是谁 男孩子是谁 第五节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将要 是那将一来 要用铁杖 挟管万国的 他的孩子 就是妇人的孩子 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 第五节 所有的启示录的学者 没有人argue 说 都同意 这个男孩子 是指的基督 男孩子是基督 第五节 在讲基督 降生在人间 然后死里埋葬复活 生到神的宝座那里去 约翰非常稀奇 他只要一节 就把所有 整个圣经里面 最根本的救恩论 倒成肉身 死里埋葬复活的升天 用一节 通通缅快出来 所以没有任何新约 特别是启示录的学者 质疑 这个男孩子 指的 就是指的基督 那问题是在那个妇人 那个妇人的描绘 是天上出现的大意象 是这个妇人 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 头戴 十二星的冠冕 那他生孩子 那到底这个妇人是谁 一直是一个争议的问题 第一个提议是认为 这个是指的 以色列人 因为呢 这个妇人呢 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好像在回应呢 创世纪三十七章 约瑟自己做梦 梦到的星星月亮 还有呢 他的兄弟们 包括爸爸也来向他下拜 不过呢 这边跟那边不太一样 这边是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 那边是十一星 来向他下拜 约瑟有其他十一个兄弟 所以这边应当 不是指的纯粹的 以色列人而已 或者呢 应当是十一星 而不是这边十二星 加上呢 这些苦痛是生了孩子 生了孩子的苦痛 那可能是比较靠近新约旧约 这段时间 但是你知道 以色列人的苦痛 是在贝鲁之前 北国被亚述掳走了 在主前七二二 南国呢 是被巴比伦三批掳走了 最后是五八七 五八六的时间 但这边看出来 不是那么早 或者说 比较不合适 指的是以色列 虽然仍然有头戴十二星 这十二星有十二支派 有关系 那个冠冕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是指的尊贵 所以是指的一批特别的人 多少涵盖了 旧约以色列的人 但不全是 单单只是以色列的人 这是第一个proposal 以色列 第二个proposal 很明显的 特别是 整个中古世纪的学者 一定会认为 是指的玛利亚 因为生了一个男孩子 大家知道那个孩子 是指的基督 道成洛生 因此那个妇人 很自然的会把他 读成是玛利亚 但是比较近 包括最近的 天主教的学者 叫Henripton Henripton 他认为呢 不是指的玛利亚 不是指的玛利亚 那因此 这个玛利亚的proposal 被提开 那最合适的是指的 西安啊 所有以色列的百姓 用西安来代表 旧约 所有的盼望 以色列 弥赛亚 那些群体 所说的 Missianic Community 这个西安呢 在以色列书 五十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就描绘是 属神的百姓 在等待受苦的弥赛亚 道成洛生的基督 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 跟新约 新约 旧约 联合在一起 所有的等候 弥赛亚 也等候他 第二次再来 这些 所有的这些 上帝的百姓 所以妇人 说穿的 是指的 上帝的百姓 上帝的百姓 联合在一起 会受农的逼迫 道成洛生 在他们当中 基督道成 在属神的百姓当中 会受逼迫 那这边描绘 撒旦的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大红 他 大红表示 他有能力 我们下次会特别讲 撒旦的能力 大红龙 他有七头 七头 七代表有完整的权力 下次讲 他撒旦有特别的能力的 有魔力的 七头 第三个特征是十个角 这十个角是从 但约以书第七章 第七节跟二十四节 再讲 罗马帝国的十个角 十个分裂 但是不单单只是罗马帝国 他约翰用当时的 罗马帝国的威力 来影射撒旦 其实罗马帝国 下次十三章会提 就是还不单单是罗马帝国 前面的希腊 波斯 巴比伦 整个尼布 贾尼撒王所梦到的金像 是包括所有的人类的政权 最后的代表当然是罗马帝国 整个人民的政权 撒旦在背后 借着人类的政权 来逼迫属神的百姓 那罗马帝国就是如此 不只是罗马帝国 但以理时代的时候 也在逼迫 但以理 还有他的三个朋友 把他丢到狮子坑 丢到火窑里面去 他们有能力 所以这边的能力 能力到一个地步 他们是大红龙 刚提过大红龙是指的能力 七头 七个头有七个power 然后有十个脚 十个脚 所以涵盖的范围 是所有历史历代 帝国主义 来逼迫属神的百姓的 这个整个totality 总称 他的能力到一个地步 尾巴可以拖着天上星辰的 三分之一 拖着天上的星辰 三分之一 那耶稣也预言过这样的情况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就讲到 那个敌基督来的时候 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所以敌基督带的能力 带的权柄 而且在历史历代 从巴比伦波斯 希腊 罗马 一直到希特勒 到现在任何时代的人 逼迫属神的这些 所有的regime 这些政权 通通是逼迫属神百姓的这些 龙 敌基督的工具 说穿了 神的百姓活在这个时代 或是每一个时代 不管是巴比伦 不管是波斯 不管是希腊 不管是罗马的时代 基督徒的苦难 基本上是命定的 原因是我们不听从撒旦 你跟从基督 跟从基督 撒旦不高兴 撒旦敌基督的缘故 因此会逼迫属神的百姓 说穿了 基督徒的命定 的受苦是命定的 这是贴撒农利家前书 三章三节所说 基督徒的受苦是命定的 保罗说 提摩太三章 后书三章十二节也提到 基督徒的苦难也是命定的 所以神的百姓 往往有苦难 不要因为你以为信耶稣 凡事顺利 成功哲学 成功哲学 在圣经里面来看 站不住脚 耶稣说 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 基督徒你信耶稣以后 就一定要预备好 会有苦难等着你 会有苦难等着你 第一点 神百姓往往会有苦难 特别说面对的是撒旦 是灵界的苦难 还不是哪一个政权 是灵界 借着这些政权 借着政治 来逼迫属神的百姓 等到我们十三章的提到 还借着宗教来控制人 政治界 宗教界 巴比伦 波斯 希腊 罗马 整个在当中 来逼迫属神的百姓 所以历史历代的信徒 就像但一里被掳到巴比伦去 在巴比伦的下面受逼迫 波斯 希腊 罗马 罗马帝国在启示录 祖后九十年 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时代 罗马帝国的多米仙 尼路皇帝 一个一个开始准备了 慢慢长起大量的逼迫信徒 到罗马皇帝 祖后三百 一十九年之前 尽量大量的逼迫信徒 这样来看 基督徒的苦难是命定的 你要信耶稣 你最好预备好 最好预备好 在一个非教徒的地方 信耶稣 可能会被赶出去 甚至被判刑 甚至被枪毙 客家人的区域 信耶稣 如果比较刚硬的客家人 会排斥信耶稣的家人 所以基督徒 神 百姓 往往有苦难 但是十二章不停在这 十二章 他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 神 他自己 是他百姓的避难所 特别第五节就描绘 神他是他自己 百姓的避难所 因为我们得胜 最根本的关键 避难的关键是基督 这个男孩 因着他呢 侠管万国的铁杖权柄 他甚至复活升天 只有他能到神宝座 神的宝座 就是第四章第五章 不改变 习在经在以后 涌在全能者面前 那个宝座面前 那个基督 因着他道成肉身 死里 埋葬 复活 升天 到神宝座那里去 成就了神 而你 避难所 的处所 那预备了一个 我们可以永远 安身的地方 因着基督的缘故呢 天使下来帮助我们 米迦勒 过来与龙 争战 龙也同他的使者 去争战 所以 有米迦勒在帮中 把 跟他的使者 把龙 打下去 有天使帮助 天使往往是为我们 效益的奴隶啊 这是希伯来书 第二章所说的 天使 保护我们 我们看不到 其实很多时候天使 上帝派天使 来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 然后把龙 把骨蛇 把他推到地上 一推到地上 天上属神的百姓 就不像约伯时代 约伯记第一章 你会发觉很纳闷的 就是为什么 撒旦可以到神的 上面天庭 跟神来往 可以跟他面对面 可以来控告约伯 可以来抓约伯的把柄 实际上 你会发出基督论以后啊 那种撒旦 可以自由地到天上去 来控告属神的百姓呢 这些情景已经消失了 他也没有这个特权的 基督的缘故 撒旦下来 被基督十字架的恩典 释放了 被捆绑 被赶下去 因此天上就有大声音 因此基督十字架 埋葬复活得胜 魔鬼被推下来 天上的声音是 我神的救恩能力 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我们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作业控告我们的弟兄 已经被摔下去了 撒旦已经被推下去了 神的百姓 已经有完全的避难所了 所以你如果灵界 灵里面信了耶稣 灵里面跟神通了 撒旦不能攻击你的灵力 灵力 你的灵力已经被神满足 被神充满 你变成充满感恩赞美的人 他那撒旦只能管地跟海 所以属神的百姓呢 有一个避难所是因为基督 带来的权柄 但是仍然肉体 外体 仍然会毁坏 恶者仍然不放过我们 仍然会有攻击 但是放心 这边特别用两个方式来描绘呢 神的百姓所受的攻击啊 不过是短暂的 第一个 旷野 旷野 旷野变成我们躲避的地方 旷野变成我们躲避的地方 那这边是从民宿记 特别出埃及记来做描绘 以色列人在法老王下面 受捆绑的时候呢 用旷野来做他们的安慰 旷野对出埃及记来说是安慰 当然对民宿记来说呢 是漂流 但这边是从出埃及记的角度 来看这个旷野 其实是给属神的百姓来看到呢 你们很快被带了摩西的手 红海分开 过了红海以后呢 法老王的追兵被淹没 也就是旷野对于以色列 在埃及的西边的人 是安慰 是避难所 所以呢 用妇人逃到旷野 这第六节来描绘 属神的百姓有一个完全避难的地方 旷野 虽然会被追杀 被追杀的时间是1260天 1260天 这边碰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 闪穴问题 1260天 也是等于是第十四节所说 一载 两载 半载 也是13章第五节的42个月 这些1260天 三年半 还有42个月 那这边就牵涉到旦野书第九章 27 28 29节的地方 所说70个七的最后一个七 最后一个七当中的一半 三年半 那这三年半的解法到底是怎么解呢 简单来说呢 一般不少的人是把它当作是完全极端的漠视 耶稣复活生天以后到他再来之前的 三年半的时间呢 准准三年半呢 会有逼迫 会有逼迫 会有这些大喉咙来吞出属神的百姓 因为三年半这边1260天 这样的说法的人是认为 42个月1260天写得清清楚楚的 那因此认为完全照自义的方式来解 应该是指了三年半 但他的缺点啊 有两个 这1260天如果照犹太是月曆 阴曆 中国的阴曆 农曆来看的话呢 不是准的一个数字 不是真正1260天 所以不能完全去照liter 最大的问题是 那1260天的算法啊 是从那个男孩子复活生天开始 所以十二章五节六节啊 就变成给那些极端的 那个最后大灾难的三年半 这样看法的人啊 松动的一个关键经文 因为呢 第五节是讲到 那个男孩子复活生天 到神宝座那里去 然后开始的三年半 所以这三年半 不是真正指的 真正最后末世的三年半 而是基督复活生天以后 开始算 任何属神的百姓 三年半 就牵涉到启示录的象征节 三年半就是七的一半 七的一半 是象征节 这在告诉我们属神的百姓呢 你信了耶稣以后呢 在世上的时间呢 能够 能够被主的爱得着 但是会有苦难 因此你会有逼迫 但是逼迫的时间只有三年半 只有三年半 因此 这三年半当中呢 是指的 你的苦难是有一个阶段 不是永恒的 是七的一半 不是forever 你受苦的时间 会短暂的 不是七 而是三年半而已 这三年半当中 你还会经历到十四节 被养活 被养活 你被养活 一载两载半载 被养活 更要紧是 你十六节 被保护 地却帮助妇人 开口吞了那 龙口吐出来的水 被保护 被帮助 因此在这个时候 你会经历到呢 伊纳杰所说的 面临刀剑 恶者要攻击你 面临刀剑 就越接近上帝 与野兽同在 就是与神同在 伊纳杰所说的 美国的大文豪 艾莫生讲得更好 他说 只有天空最黑暗的时候 人才看得到星辰 只有天空最黑暗的时候 人才看得到星辰 因此属神的百姓 你会发觉 你找到避难所 是基督给你短暂的苦难 但是得到永远的荣耀 因此你留意两个原则 第一个 基督徒受苦难的时候 你要了解 你要得胜 只有一个方法 靠保血 无以彼伦的保血 这是第十一节所说 弟兄胜过他是因为 羔羊的血 羔羊的血 那因为羔羊的血的缘故 因为羔羊血的缘故 你可以得胜 羔羊血的缘故 我听过香港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讲到一些警察 看到民间妙妙 拜关公 拜张飞 拜拜以后 就带了灵力 因此砍了身体 一砍手就断掉 砍的鸡鸡都断掉 但是如果 拜了以后的人 砍自己的手没有事 砍脖子没有事 砍脚没有事 有很特别的灵力 那警察很好奇 就决定来试验 果然拜了关公 拜了庙这些以后 其实背后是有邪羊的 灵进来以后 邪羊住进去以后 他果然有灵力 一砍自己 很多人围观 砍手没有事 砍脚没有事 砍鸡 死 砍自己没有事 大家很好奇 大家正在拍拍手的时候 警察就发觉很兴趣 这么大的灵力 因此就决定砍自己 一砍 没有想到 这次一砍的时候 就发觉手断掉 怎么突然断掉 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 送到医院去 准备缝守的时候 有人就问他说 警察先生 你刚刚砍没有事 为什么这一砍 突然就会断掉 警察先生说 因为我在砍之前 看到一个老太太 胸口挂了十字架 红色的 宝血 邪灵就吓跑了 邪灵怕耶稣的血 吓跑了 没有灵力了 因此手就皮切断 耶稣的宝血大有能力 耶稣的宝血大有能力 只有耶稣的宝血 是你的依靠 这是第一点 上帝的百姓 找到避难所的地方 靠耶稣的宝血 第二 忠心致死的见证 忠心致死的见证 忠心 这边所说的 自己的见证 他们虽然自己死 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 忠心致死的见证 忠心到一个地步来致死 忠心的侍奉 在十九世纪 有一个巡回步道家 叫彼得卡莱特 有一次他正在上台 讲道之前 旁边有人提醒他说 杰克森总统也在场 希望彼得 皮特不要开口 就口无遮难的 但在讲道当中 他说了一句话 忠心的侍奉 帮助我们了解 这样的忠心的人 是我们所要的人 有人告诉我 杰克森也今天在场 叫我说话要小心 但我必须告诉各位 如果安德鲁杰克森 安德鲁杰克森总统 不承认自己跟世人 一样有罪的话 他也一样要下地狱 会后杰克森总统 大步地走到 皮特卡莱特面前说 先生啊 我如果能有像你 这样的人的话 就能征服全世界 属神的百姓 如果能忠心 靠耶稣的保险 虽然有苦难却有避难 上帝保守 有旷野 保护 三年半的灾难 很快就过了 求主帮助你 常常在苦难当中 让耶稣的保险 遮盖你 忠心事奉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帮助我们 明白 我们是被你爱 所保护的 世界有苦难 但我们里面有平安 求主的保险 充满我们 让有苦难当中 可以更多养眼 来依靠你的保险 也忠心为主做见证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Amen 愿上帝祝福您 平安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